你好欢迎收看10月12号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今天凌晨台东县政府农业处环保局 还有警方三单位联手合作 拦截一辆载有17.5公顿 想闯关的升机奔货车 环保局人员依照法令开立6万块钱罚断 并要求原车要返回出货地 展现出执法无价值的坚持 环保局人员将货车栏下 并进行破贷抽检 再次查获未持有核准运送严单的升机奔货车 除了当下立即开罚之外 并要求原车返回 国庆连续假期还在持续 不过环保局的人员可不敢大意 至今年6月起 就与警察、农业等单位共同携手合作 共拦查了6辆无许可载运证明的违规车辆 成功拦截了近百顿的升机奔载运经过或进入台东 目前也已经完成执行5张罚单 总计有30万元 而12日的清晨再次查获了一辆未持有核准运送严单的货车 这台货车共载了17.5吨的升机奔 而环保局的人员除了立即采样及开罚之外 更要求原车辆返回 禁止进入台东的境内 环保局也呼吁各业者 载运或使用申请处份 务必向农业主管单位申请 并或核准后依到相关的法律进行 而未来也会持续加强 并确实地执行路边拦查以及联合机查工作 记者陈基林南回综合报导